黑衣男子手拿電話 一邊快速穿越斑馬線 走到計程車前方時 突然放慢腳步 還抬高腿大步跨越 難道前方有隱形障礙嗎 仔細再看一次 行人大步跨過計程車前方 地上確實空無一物 但這可把問獎擊壞了 不管就要綠燈趕緊下車查看 網友把這幫影片PO上臉書社團 還說不該佔用機車停等格 但實際上事發地點 高雄新決勝商圈 新田路文恆二路口 本來就沒有機車停等格 倒是這個動作 因為在視線死角 一般駕駛都會嚇到 從我當然我們就嚇到了 我會以為他放了什麼 真的有東西在前面嗎 要小心 因為總是不要去碰到人家 而在國外也有不少網友 用一樣的方式整人 讓駕駛紛紛後退 甚至還有人繞道而行 警方表示 行人這樣的行為並不違法 不過如果有比出手勢 或是有觸碰車身 恐怕就有違法疑慮 開玩笑可別開過頭了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